大家好 欢迎关注计划 教授 博生老师 上星健老师 沙老师是1996年在北京大学是从赵德皇教授学习西方哲学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哲学 大陆性土地和西方期待哲学 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请上老师我们谈谈底卡尔不变数学的问题 下面要先我给你讲 谢谢大家 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 而且在人文素质讲座讲台上来讲一点想法 因为这个讲座应该说是在外面在其他学校很有名 是个品牌 对吧 所以说因为在咱们国家现在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华中科技大学是走在比较前列的地位 所以说很感谢给我一个机会在这儿来讲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当然我看了一些前面的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当然都是讲过的东西 其中可能讲近代哲学的可能比较少 讲古典的有一些 讲现代哲学的也有一些 但是讲近代哲学的比较少 这个当然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近代的 我想这个面应该尽量的宽 这个人文素质教育这个讲台 实际上就给大家一个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各个学科的各个方面的知识 我以为这个才是提高思维能力的一个最佳办法 因为所谓的比如像我们平常说的 你思维很深刻 你思想很深刻是什么意思 并不是说我在一个点上我挖得很深 其实应该说假如你的思路很狭窄 你不可能挖得就很深 就跟钻井一样 你钻井再钻也就一万米撑死了 但是你要是从很宽的地方来挖 那么你可以挖很深点 所以说真正的使你思维能够深刻的 实际上是你的视野的宽 宽广 越宽广 视角越多 你就越深刻 看问题就越全面 所以说这个人文素质教育 这个讲台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今天讲的近代大概也可能有一个弥补 当然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 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西方哲学当中 或者西方文明当中 古和金有很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所谓金呢应该是就是近代的 Modern 它是现代也是近代的 应该说现代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化它的源头 基本上就是近代的 近代和古代 比如像和雅典和中世纪 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之大 甚至超过 我以为啊 超过中西之差别 中国应该怎么说呢 比方中国古代 和西方古代 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的价值取向 有相同之处 比如像 维护等级制度 这是一 这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和近代的 在古代和近代的 实际上差别非常之大 所以说现在 比如像我们经常所说的 中西之争 其实我以为并不是中西之争 而是古今之争 我们往往是站在 中国古代的那个立场上 来对待西方的现代 在某种意义上是古今之争 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西方 不是有很多中国 有很多学 有很多学者的一种谈报 所以说今天我通过这个例子 通过这个迪盖尔的普遍数学 实际上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古今之差别 非非常大 而且不单大 而且它直接影响到 后来的现代西方文明 现在西方文明应该说 它的哲学基础就是 迪盖尔 就是迪盖尔的 普遍数学 因为它是一个 近代哲学之父 它比培根 我以为它比培根更有资历 更有资格 当现代这里之父 因为它提出了自己体系 好 下面我们就看看 现在就是迪盖尔的普遍数学 迪盖尔普遍数学 它怎么提出来呢 实际上是在 有一本小书 叫《指导心运的规则》 当然咱们中文翻译成 什么探求真理的 这个我忘了 探求真理的指导规则 大概是 是商务印书馆出的 这个比较早就出版了 这个翻译的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 这部书呢 当然是最早呢 是由拉丁文写的 写作时间大概在 1628年左右 甚至当然有的说法 还是比较浅一点 无关紧要 这个著作实际上 在迪盖尔生前并没有发表 那么到了1684年的时候 这本书才最初 以荷兰文 在阿姆斯丹发表 后来到了1701年 这个拉丁文的文 就文本才问世 对吧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对吧 那么在这个 应该说这个书啊 本身没有完成 它原来计划写三个部分 每一部分是十二个规则 但是它只写了两个部分的前一点 也就是它现在保留下来的 一共是21条规则 而且从19到21 这三条规则 还仅仅是一个目录 里面内容并没有很详细的 来写下来 对吧 那么这个书呢 当然 学者认为 西方学者认为 它没有写完 它根本压根就没有写完 对吧 这个我们也不管它 对吧 那么这本书呢 实际上出版之后 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大 对吧 人们对它并没有什么注意 但是上世纪末的时候 人们逐步对它产生了兴趣 对吧 那么有一些个别的思想家 对这本书评价非常之高 而且认为这个书影响 是了解近代西方哲学 或者现代西方哲学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典 是吧 比如像我举个例子 像孩子个儿 他有一个评价 他对这个书 他认为啊 这个指导心灵的规则 这部著作呀 代表了哲学的转折点 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 创立了现代科学的概念 他说 人们只有真正透彻的思考 这部严肃的长篇作品 深入最隐蔽 最冷僻的微妙之处 才能具体把握 现代科学轨迹的现决条件 这是海德格尔 对这部书的一个评价 可见很高 对吧 把它看作是 现代科学的一个奠基之作 对吧 了解现代科学 那么你非读这部书不可 对吧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对吧 其中很重要一点 就是因为这部书 它建立了普遍数学 普遍数学是迪格尔的一个 这部书的一个最主要当领 他写这部书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普遍的数学 对吧 什么是普遍数学 我们可以看 那么 在这个书的第四规则当中 他明确提出 他说该规则条目是什么呢 该规则条目就是 如果考察事物的真理 我们需要有一种方法 他在行文中 他是说 我所说的方法 只可靠的容易掌握的规则 人们只要准确的遵守这些规则 就便不再把谬误当作真理 再也不会徒劳文工的 消耗心灵的精力 只会逐步的持续的增加人的知识 从而真正理解心灵 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 这是这个条目当中 最刚一开始 他每一个都有目录 他在目录中是这么写到 对吧 那么在这里 他提出了 他为什么要提出不愿数学 就是要提出了一种方法 那么方法 为什么 这个方法有两条必须注意 一个就是 绝不会把谬误当作真理 这是迪盖尔一贯要追求的 为什么迪盖尔比像他彻底怀疑的 后来啊 这来着之后 才写的 像迪益哲学陈斯吉 彻底怀疑之后 要寻求那个 这个确定的 确定性的 这种东西 这样的陈述 对吧 那么在这里也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 不会把谬误当作真理 另外一个 就是要达到 对一切事物的认识 一个是确定性 就是真理 一个是对一切事物的认识 这是迪盖尔的一个理想 对吧 那么他提供这个方法 就要达到这个目的 这是他追求的一个 最重要目标 那么如何才能掌握真理 按照迪盖尔在这说法 就是必须有规则 有方法来指导心灵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可以下面看 对吧 那么他当然 他对于以往的科学 以往哲学 他认为都不能很好的把握真理 对吧 唯一能够让他效仿的 就是数学 在当时就是算术和几何 他认为这个东西是能够比其他科 就比其他科学应该是更有成效 更成功 但是当然他对这门学科 就是到他那个时候发展的数学 他也认为应该改造 那么他的普遍数学是改造的一个过程 按照他的说法 他实际上建立一个 就是他把数学 仿效 像数学 算术和几何这个东西 来建立一门普遍数学 普遍数学 现在来说并非数学 实际上普遍数学 实际上就是组织人类知识的 它的基本原则 靠什么我来 把这个叫做是真的东西 靠什么是人类的知识 能够形成一个组织 形成一个体系 我靠什么 对吧 他实际上是要干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普遍数学 在普遍数学的这个 在他的这个 第四条规则当中 他提出了普遍数学的 一个设想 在这里呢 他有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 他说呀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了 对吧 他说 当然他把数学在这个 这是中 中一本的 中一本我就直接念 对吧 因为我省得翻译了 对吧 当然在中一本当中 他没有翻译成 就是 他叫 Metis 但是他没有翻译数学 他翻译成 他用音译 马特席斯 这个我们不管他 马特席斯意思含义 他这边想 是什么 是学 就是学科的意思 那么他说 其他一切学科 也可以叫做数学 我们去看看 在这里还有一个 把其他学科 也可以叫做数学 他说 其权力并不次于 几何本身 尽管如此 几乎没有一个人 即使仅仅 走到了学校的大门口 不能够很容易 就在出现的 形形式的事物中 辨别出 哪些是涉及 马特席斯的 哪些只是涉及 其他学科 下面我们 紧接着再往下看 他说 谁要是更仔细 加以研究 就会发现 只有其中 可以绝合出 某种秩序 和度量的事物 才涉及 马特席斯 就是 马特席斯 对吧 才能涉及这个 马特席斯 才能涉及 那么 而且这种度量 无论在数字中 图形中 星体中 声音中 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 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对吧 一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一个是度量 一个是秩序 对吧 一个是秩序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普遍数学的基本原则 而且其中度量原则 当然只适用于广 广延事物 广延事物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按照杰盖尔的二元论的分法 一个是广延事物 就是body 另外一个就是thinking 有思想的 就是慢的 就是有思 有思的 能思的 这种东西 对吧 他画了这两个东西 那么他说 我们讲度量 它只适用广延事物 对吧 而秩序原则 更根本 是理解一切事物的基础 其中包含着慢的 也包含着thinking 这一点更为重要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他说度量原则 只有在秩序原则之下 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 广延 实际上 它要依附于 在这里啊 要屈从于 像慢的 这样的东西 可以说 他说 二者是组织 人为知识的 基本要素和原则 甚至可以说 整个世界的 整个图景 都必须通过 二者来加以理解 也就是 一个是秩序 一个是度量 整个世界 必须通过 这两个东西 来加以理解 海德格尔 其实 他之所以赞成 就是他让大家 去重视这个原则 不是 这个书 就是因为 他看到了 这一点 海德格尔 他说 迪盖尔阐述了 新科学 不限于科学本身 而是扩展到 一般知识的 数学构成 一般的数学形式 一般形式 就是 一般的形式 就是人类的 任何知识 它都是要 归为这个形式 通过这个形式 来加以说明 所以说 这个使近代哲学 具有了认识论的特征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 近代哲学有认识论转向 它凭什么会认识论转向 对吧 是不是人们就突然发现了 人有主体 主体怎么来的 对吧 实际上都和这个 迪卡尔所说的 这个普遍数学 是密切相关联的 是吧 度量和秩序 这两个原则 非常重要 是吧 那么指导 西林的规则 它的目的是 以数学为模型 发展一种普遍逻辑 一种新的符号语言 不过 他说 这种数学 比普通的数学 更为抽象 更为普遍 所以说在这里 应该说 数学这个词 应该是 可能有点小了 应该说 就是一般的 普遍的 科学 人类的知识 知识体系 是吧 那么为什么 海德格尔说 发现了这个东西 就使人 进入到了近代 就是成为了 现代科学 为 为 为什么这么说 对吧 这个实际上 我们去看看 迪格尔 他是怎么引出 普遍数学的 也就是他为什么 要建立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他的规则一的时候 他提出了这一点 他说规则一 他说呀 我们研究目的 应该是指导心灵 使其 对面前的 一切事物形成 真实的 确凿的判断 那么他说 以往人们如何去组织知识呢 因为他要发明一种新的组织人类知识的这种原则 那么人们就以前这么去组织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疑问 那么按照迪格尔说法 以前人们组织这个用的是 基本原则是相似性 相似性原则 应该说 直到十六世纪末的时候 相似一直是人们组织知识的重要因素和依据 我们可以看看在福科那里 实际上他已经 他在这个词语物中提出了相似性 就是 就谈到了 什么 就人当时怎么用相似性来进行 组织人类的知识 就福科他提出了四种相似性 比较适合仿效 类推和交感 大家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今天就不可能来讲这些 对吧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 就福科的词语物 有中这一边有 就已经有中一本了 对吧 那么迪盖尔认为啊 人们之所以 错误的将科学与记忆等量其观 为什么 因为按照迪盖尔说法 科学与记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记忆 所谓记忆 是这个 是有区别的 对吧 或者是科学 或者是记忆 这二者 其实是不同的 为什么 他举了个例子 比如像记忆 记忆 他说记忆 就实际上比如像一个人 他可能在某一个记忆上 他很有天才 很有天赋 比如像他会弹钢琴 这不是他举的例子 他弹的是弹其他琴 可以弹钢琴 弹钢琴呢 他靠什么 靠这个手指头 或者是动作的灵敏 对吧 但是这个人 你让他去 比如像去打铁 去扛麻包 可能这个人 可能就比较 就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 他缺乏这方面 就缺乏其他方面的记忆了 比如像他去耕地 他可能就耕 根本就不会 为什么 他说之所以这样 因为记忆 它的基础是什么 是霸零 是形体 或者人的身体 记忆要靠人的身体 但是什么是科学 科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它建立在慢的基础上 在这里和身体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已经体现了 迪盖尔他后来 所明确指出的 心与物的这种 二元的分离 那么他认为 我们讲的科 就一般科学 他只能从慢的角度上 去加以理解 才能发现他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 但是人们为什么 把记忆和科技 和不 把记忆和科学 混为一谈呢 就是因为 他认为没有区分 body和慢 所以说 我们要寻求真理 怎么去心中 不能到记忆中去心中 只能到科学中去寻求 科学中怎么寻求 到慢的身上 到慢的身上 去寻求那种统一的 不错的 确定的 确凿无疑的 这样的基础 这个是他 寻求 这种 普遍数学 建立普遍数学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最后 要到慢的身上 去寻找 所以他说 科学如果有统一的话 那么统一在 人的心灵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 谁要是想 因为讲科学 因为他所的科学就是 一定要能够提供人们 以真理 而且是确凿无疑的东西 这样的 这个才是科学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跟 他为什么把数学 几何学作为一个 效仿的一个 样法呢 就是二加二 它等于四 你要等五就是错的 非常精确 对不对 它非常精确 所以说 在这里 他要寻求一个确定的知识 那么这个确定的知识 根据何在 去哪去寻求呢 在这里 他说 只能到慢的身上 去寻找 对吧 好 那么假如 我们是以相似性 为基础的话 用相似性来作为 组织知识的 一种原则的话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 比如像 有东西 比如像 有东西A 有东西B 我们要寻求这个东西 要认识这个东西 我怎么去认识 通过二者 相比较来认识 对吧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 我得看它们 是不是相似 是不是相复合 相贴切 根据已有的 比如像 我来看待 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 看它是不是 你像 这是黑板 那么我看到 另外一个东西 那么我和它比较 它也是黑板 这种对于知识的 组织原则 实际上是建立在 亚历士多德的基础之上 亚历士多德主义的 基础之上 这个是我们 要谈的一个根本问题 也就是古和经的 一个分野 一个很大的区别 以相似性为原则 实际上它的背后的 哲义架构 就是亚历士多德主义 所以说 应该回到亚历士多德 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 应该说在16世纪 在迪格尔之前 亚历士多德主义 这个东西 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当然 比像到后来 尽管有波拉图 什么 毕达哥拉斯学派 应该说 波拉图在很大程度上 和亚历士多德 区别并不是很大 这个我们待会儿就看到 尽管他们 好像似乎一个 谈数学 一个好像是谈物质 谈实际 但是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他们实际上就古和中世纪 他们有很大的 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 我们回到亚历士多德 他的组织 就是他如何去看待这个事物 对吧 他如何 就是他的学生上学 他背后的哲学架构 究竟指的是什么 对吧 当然我们不可能全面地去讨论亚历士多德 但是我指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平常认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最精 最精髓的问题 就是讨论那个鼻影问题 就讨论那个鼻影问题 因为在亚历士多德 他讲鼻影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 什么是形人上学 就是把鼻影作为 鼻影 as鼻影 来探讨 这样的对象 这个就是形人上学 那么 这个应该说 鼻影这个问题 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或者说哲学的一个根本东西 所以有人甚至说 中国没有哲学 为什么 中国根本就不会产生 因为中国语言 它摆那儿 它没有鼻影问题 它这个没有 咱们叫这个是 或者是存在也好 或者是翻译成什么 有也好 所有这个东西 你和这个鼻影 实际上都不能翻译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中国没有哲学 我们现在就不讨论 中国有没有哲学 我们现在讨论鼻影问题 鼻影 实际上 为什么西方人讨论鼻影问题 讨论鼻影问题 实际上就是讨论 我这个真理 它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给人提供知识 我认识一个事物 认识一个黑板 认识一个事物 我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把握它是什么东西 我把握了什么东西 我就等于 我知道了 这个黑板没黑板 它是探讨这个问题 它要探讨这个根据 就是形成上最后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它探讨 讲了鼻影问题 对吧 那么鼻影在亚树中那 实际上有四层含义 一个是偶性的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十个范畴 再有一个 比如像是潜能与现实 我们先不管 我们就讨论它的 这个十个范畴 是吧 十个范畴 是它对于鼻影问题的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分析 是吧 为什么 就是实体 和九个范畴 和其他九个范畴 什么是实体 这个 这是它要讨论的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是实体 什么事物的本质 就是说决定 比如像这个黑板 决定这个黑板 为黑板的东西 是什么 所以说英文啊 翻译成亚里士多德 这个叫 所事 咱们翻译成 或者有的直接翻译成 本质 它讲的就是事物的本质 就是说 这个黑板为黑板 它是什么 what 对吧 在这里我们看到 有鼻影 有所事这个东西 所事这个东西 就是要探讨 它的本质 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怎么去探讨它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 四音说 对吧 四音说 我把这个黑板 分成四音 质量音 什么这个形 形式音 目的音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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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音 对吧 一共四音 当然最后 当然为了省事 我把这个四音 因为这个亚里士多德 他自己实际上 这也分了 最后就是一个形式 一个是质量 也就是说 在古人那里 当然是在这个亚里士多德 他认为 我们面前的事物 我如果去分析它 如果要有它的知识的话 我们必须从形式和质量 这两个东西 就入手来看待 特别是物质事物 任何一个 我们面前的一个物体 实际上都是形式和质量的 一个杰克体 这个是它的一个 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本质 必须要分析形式和质量 这两个要素 哪一个起着更根本的作用 本质究竟由谁来决定 所以说这个是 古人对于面前事物 要获得事物的知识 所走的途径 好 在这里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究竟比如像一个事物 什么东西来就来决定它 什么东西是what is 那么按照亚树的说法 形式决定它 一个是形式 一个是质量 形式是现实的 它能质量 质量它本身没有任何性质 没有任何性质 是形式和质量结合 形式使它有了性质 所以说当一个东西 唯一一个东西是由什么来决定 最后由形式来决定 当然关于形式 事料 究竟它们什么关系 四因怎么说 对于这个亚树的他有一套学说 而且非常复杂 我们先略去 不管 对吧 我们仅仅仅说它就一般的 对于而言 形式来决定 形式导致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 比如像 我要认识 就要面向苏格拉底 它是一个具体的人 那么苏格拉底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苏格拉底是人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苏格拉底是有理性的动物 这就是它的本质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认识我们面前的 一个个别的人的时候 或者说要追求苏格拉底的 What is的时候 那么它掌握的是什么 对吧 在这里形式 当然是灵魂 对吧 它认为这个东西 决定了它 那么在这里应该说 它所用的就是我们 后来啊 就是当然杨树兰斯 他自己说 就是定义 就是总加属差的定义 对吧 就是总加属差 对吧 就是有理性的动物 人等于 对吧 它就是这个 那么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动物和有理性的 它们构成一个基本定义 对吧 它们构成一个基本定义 你认识了 这个 你把握了这个东西 你就等于认识了事物的本质 把握了真理 知道 就是有理性的动物 对吧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问题 就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说当看一看 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突壁是指的什么 假如突壁 这个突壁是指什么 指的实际上是有现成的性质 对吧 现成的性质 也就是说 所以说在这里 突壁首先应该是 当然是不是存在 它肯定是有存在的意思 当然存在的意思 其实不是很好说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讲存在的时候 似乎 当然西方人也是 似乎只有 在时间和空间当中 它存在 对吧 但是当讲what is的时候 它意思是什么 它里面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它讲的是 放之四海而解准的那个东西 是永恒的那个东西 对吧 这个是类似于 就是我们可以像 波拉图的那个 那个大写的form 大写的form 大写的form Ados Ados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就是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式 一个词 是吧 他们是一个词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说 亚里士多德 它实际上是从波拉图来的 那么他们就 第二个 一个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 就是 亚里士多德 是反对波拉图的分离说的 分离说是什么意思 分离说就是说 有像的世界 form的世界 还有一个人的那个个别 就是我们面临的 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这个世界 有现象的世界 那么现象的事物 是分有的这个form 它才成为这个东西 桌子 为什么是说 这个东西是桌子 是因为它分有了桌子的像 它才成为桌子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桌子像 非常像 亚里士多德 所说的那个形式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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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这个东西 为那个东西 的东西 但是 柏拉图认为这个像 是另外一个世界的 而现象界的东西 是我们这个世界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 是最实在的东西 是什么 是form 所以说 西方人啊 就是英国 在作为英语翻译中 原来 把 Edos 并不翻译成这个form 翻译成 idea 大写的idea 大写的idea 有一个问题 在什么地方 它很容易被人看作是观念 对吧 好像是思想性的东西 但 但柏拉图 它的意思 根本不是假的思想 当然 在某种意义上说 神造的 在这个意义上 只有神的思想 你可以用大写的 就是假的idea 对吧 但是 柏拉图的真正意思是说 最实在的东西是什么 是form 是这个世界 这是最实在的东西 下面的现象界 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实在的东西 就为什么 它会变 对吧 实际上 你把它劈了 它就变成柴了 它不是桌子 对吧 但是桌子之为桌子 它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最实在的 对吧 但是 亚里士尔德 它反对这一点 为什么 它认为不能分离 亚里士尔德承认 说 它认为 这个桌子 它就是一个桌子 而且是一个 很实在的桌子 对吧 所以说 这个form 实际上 是和质料 是紧密的相结合在一起的 不能分离 这是亚里士尔德和柏拉图的 一个最大区别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似乎它们有相一致的地方 所以说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 柏拉图和亚里士尔德 没有区别 反正这个比较极端 我认为还是有区别 对吧 但是 我们不管它 但是至少在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 决定这个事物 唯一一个事物的是什么 是形式 是它定义 好 在这里 如果是这么去认为的话 那么 我把握事物 认识事物是认识什么 是认识事物的本质 认识事物的形式 对吧 好 那在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当然按照 亚里士尔德的说法 我把握这东西 可以把握 对吧 当然 靠感官 我能 就我能把握吗 我不能把握 真正的 凤 他认为这个凤 是亚里士尔德的凤 我用小写 亚里士尔德凤 他说这个 也得靠理性的那个 因为 Eidos本身 他就是看 就直观 理性的东西 去把握它 是同一个词 所以他认为 这个也是要靠理性 去把握的 但是 亚里士尔德 他和波拉图不一样 不一样地方在哪 刚刚我说了 他必须 这个凤 必须和这个 Meter的东西 要相结合 它才行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桌子 它必须既有FORM 也有Meter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我去看 我怎么看 理性的看 实际上 他认为 就理性的东西 实际上是抽象 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看的是一个 个别的东西 个别的桌子 但是我桌子的 那个FORM 的定义 是抽象而来的 尽管被理性 所把握 对吧 但是在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它本身 它已经 已然的存在 在那里了 对吧 这个性质 是一个现实的 是一个 已然成立的 已经在我外面 已经 它存在的那种东西了 对吧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东西 所以说 我去看它 我去接受它 去把握它 对吧 这个是亚勒兽德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可以再 再看一下 这个事物 有这个事物的本质 那个事物 有那个事物的本质 那么我们 世界的图景 是一个什么图景呢 我们可以看看 给大家 可以画一个 因为这个亚勒兽德 最近有的西方学者 认为亚勒兽德 要了解 亚勒兽德的 形而上学的话 应该看它的生物学 为什么 因为他说 那个生物 他认为亚勒兽德 那东西 都是有生命的 对吧 有生命的 就为什么 这个和那个现实 和潜能那个 那东西有关 我们不管它 但是我觉得 要理解亚勒兽德 这个很类似于 我们现在生物学 就是它的知识分类 很类似于 我们现在生物学的 那个分类 比如像 生物学比较 欲界 门 刚 木 科 鼠 种 对吧 这是生物学界的分类 对吧 亚勒兽德的分类 我们可以看到 亚勒兽德 如果按照本质的话 这个本质 当然有千 在我世界上 有很多本质 但是这个本质 实际上是有 系统的 有等级的 有秩序的 它不是没有秩序 是有秩序的 这个秩序实际上就按照 类似于 种数 种加数差 这样 二分法 而形成了一个 世界的一个 等级的结构 对吧 可以随便 给大家 这个 有一个最终谜呢 是那个波菲利 一个波菲利数 波菲利数 波菲利当然是 那个中世纪 那个 那个 我们不管它 不分 它的树什么意思 它树就是 就是这个表格 比如一下 它这儿画了一个 比如一下 我们看看书 它讲的 最上面的是鼻影 是吧 鼻影下面它二分 分成 比如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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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形体 这个 非形体的 有形体的 在分 对吧 比如像 有生命的 无生命的 有生命的 在分 对吧 比如像 有感觉的 无感觉的 有感觉的 相关在分 有理性的 无理性的 对吧 那么当然 有理性的 你在分 对吧 等那些 它无非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 这个东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种加 属叉 所造成的 对吧 比如像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它的 这个种 对吧 那么这个 又是它的种 你都可以 叫种和属叉 所以说 由此就导致了 一个 类似于 我们现在 生物学的 那样一个 门类 对吧 一个等级的系统 整个世界 尽管 它是有千差万别的性质 但是这个性质 我们可以用这些 多费率的 这个 通过这个方式 可以形成 这个 这个世界 它就这样 有各种不同的性质 当然 有的性质 我们没有发现 不要紧 但是这个世界 它本身就存在这 我们 就我们怎么 去发现 它的本质 它的性质 所以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鼠 或者种 或者鼠 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 人类 所建立起来的东西 而是 而是在 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碰见的 一种自然的类 自然的类 所以说 科学啊 虽然不纯粹是 按照物理形态 来分类的 但是 这个本质的区分 正是从 这些 对于这个类 来把握 出发的 所以形成了 一种 等级的 这种结构 那么当然 这个等结构 仅仅是就 波菲利树的 这个 这个总家属 他这个 来谈这个问题 实际上后来 亚里树 后来的基督教哲学 实际上把这个东西 重新的 基本的思路 基本架构 基本架构 还是这个 但是呢 他把它分了 等 分了由 高下之别 实际上按照 按照亚里树的说法 这里面也有 高和 低的区别 也有 高下之别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 应该说 按照 亚里树的说法 按照 亚里树的 基本观点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世界 它已经 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有等级的 对吧 已经是 有本质的 而且这个本质 是现成已经存在的 我们去认识它 就行了 是吧 这个世界的 知识结构 是按照这个 来进行分类的 是吧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 迪戈尔 对吧 回到迪戈尔 那么迪戈尔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迪戈尔 迪戈尔认为啊 正是因为 亚里树的 它是建立在这种 这样的本质的 就是已然的 已经形成的 本质的基础之上 现成的本质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 人们在组织 人类知识的时候 才用相似性 来讨论问题 来作为原则 相似性 因为 你想 人是有理性的 有理性的动物 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 它是通过 相似这个东西 来谈问问题的 对吧 这也是 所以说 就福科呀 他为什么 讨论 那个相似性的 那个东西 他认为 那个巴洛克 什么知识 什么等等一些 他实际上 和那个人类 古代的 那个对于世界的看法 完全是建在 这个基础上 这个类似于我们 这个 所以说 跟大家说 这个世界 当然 大家都是 有很多人 学理工科的 对吧 那么在 你们眼里 当然 除了学理工科之外 那么 有很多 大 就是所有的同学 在上这个 小学 上中学 上高中 等等一些的时候 你受的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 应该说 是现代西方的教育 这个世界 按照的说法 是 分子 原子 什么原子 等等一些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世界 什么世界 这个世界 不是压着手的世界 古人 面对这个世界 和你们 现在面对这个世界 看到同一段黑板 同一个现象 感觉 感受 知识 完全不一样 应该说 有很大差别 对吧 所以说 不要认为 古人的东西 和我们现在 好像面对着 同一个世界 我们无非现在 把它给 给弄的什么 更 或者是 你说 更高级了也好 更 或者是 你认为是 更 更不好了 为什么 破坏 生害了 等一些 但是应该说 这个形 在你面前 就不一样 对吧 好 现在回到 那个 迪盖尔 迪盖尔怎么说呢 迪盖尔 他恰恰说呀 他说 普遍数学呢 实际上 他建立普遍数学 就是要打破 整个这个 形象上的结构 整个形象上的结构 你根本就 不能这么去想 你讨论 鼻音问题 你不能这么去 讨论 鼻音问题 对吧 当然 鼻音问题应该 跟大家说 鼻音问题 讨论起来 要比这个要复 要复杂得多 这个我是很简化了 是为了把这个 这个这个 鼻和筋 加以对照 对吧 那么按照这个 迪盖尔的 普遍数学呢 实际上 他说呀 这个普遍数学呢 实际上为事物 按照海德根说法 就是迪盖尔 他为人的知觉 和看待事物的标准 提供了一个新的架构 新的结构 也就是 我就近人而言 那么接受了 接受了 迪盖尔的学说的话 我对世界的看法 就会发生 一个根本的变化 类似于像 格式塔转换那种 对吧 同样一个图 我同看到 同一个现象 但是我 如果从迪盖尔的 那个视角出发的话 他看到的可能是兔子 而不是那个 比如像 他看到可能是兔子 而不是鸭子 对吧 这个是鸭子还是兔子 对吧 这个是可以这么看 是鸭子 对吧 但是图案没有发生变化 线条 它原来还是原来线条 但是你的看法 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对吧 实际上你的角度 视角不一样了 当然这个是在生 在生理学上 在心理学上 可以做解 做解释 我们不管它 那么 这个迪盖尔和 比亚什兔德 它那个区别 我以为 你们看对世界而言 它也是 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 而这个变化 根本是哲学架构 它发生了变化 那么普遍数学 怎么使这个东西 会发生变化呢 对吧 因为在这里啊 这个 这个 迪盖尔他强调 刚刚我说了 他强调 我们一到慢的当中 去寻求 这个科学的根据 统一科学的依据 慢的 也就是说 我和形体的东西 完全分离 这是迪盖尔的观点 和形体的东西 完全分离 完全是一个私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回到思想内部 去寻求 去寻求 在这里有这个 自我的问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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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在这 对吧 我要回到 我和身体没有关系 爱就是一个私的物 就是慢的 对吧 我到这里去寻求这个东西 好 那我怎么寻求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 他谈到了秩序 刚才谈到了秩序 和度量 我们现在把度量给去掉 为什么度量 他说是 是应广言 对吧 广言 我们八个现在没有讨论 我们就不讨论 对吧 讲度量 度量实际上在这里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吧 那么这个度量 按照说 不是度量 秩序 讨论秩序 那么按照迪盖尔 他在这个里边的陈思 第十二规则当中 他讲了 就是说 我们看待是 我们观察 因为他 按照说法 我们把握事故 主要是用直观 我们把握这里 靠什么 靠直观 靠直观的意思 这个直观和那个 Ado's那个直观 并不是 并不完全一样 这个直观 他讲的当然 也是一个 纯理性的直观 和感觉没有关系 他我也要强 他要强调的就是 我这个直观的东西 我理性把握的东西 和身体和感官 没有关系 他不是从这个感官 抽象而来的 但是 亚里士德德 他是 反理性的东西 无一不在 感觉当中 具有 也就是说 理性的东西 都是从感觉中 抽象过来的 但是 迪盖尔 他反对这一点 他说 我的理性 可以直接去把握 真理 把握这个 事物的本质 当然 我说把握事物本质 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本质 并不是现成的 对于迪盖尔来说 对吧 那么 所以他 当然他说 我在这过程中 是有秩序的 有秩序 而且在十二规则中 他说 人们 看待世界的 这种秩序 和世界 他原来 原本的 那个秩序 不是一回事 是两个 根本就不同的 秩序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想想 他要回到 人的心内部 那么哪一个 秩序 站得更重要的地步 当然是 心灵看的 那个秩序 站得更重要的地步 对吧 也就是说 在这里 他普遍 数学的秩序 他应该说 他指的心灵 是思的这个秩序 对吧 是思的这个秩序 那么在这里 应该说 他这个数学 在这里就起了一个 非常壮处 当然在这里 是经过了一个 还有一点 记在这里 当然他经过了一个变化 因为按照迪盖尔的 迪盖尔他是解析几何的 一个发明者 对吧 他解析几何 解析几何 无非就是 他把几何的那个线条 什么之类的 用代数 用方程的方式 来加以表达 对吧 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为什么 这个是等于 线条 线条 当然这是空间 当然甚至 你可以说 有广延的东西 他可能都可以有这个 那么他这个东西 最后我可以用数学的 用方程的那个方式 来加以表述的话 那么这个实际上 已经就等于在某东西上 他把这个可以消除掉 把它消解 甚至我可以把这个数学本身东西 我投射到这个现实的当中去 也就是说在这里 更根本的是什么东西 是人的心灵的建构过程 秩序 人们去认知的秩序 人们去认知的秩序 这个本身 是人们的一个建构的过程 对世界的一个建构过程 也就是说在这里 假如我要认识世界 什么是世界 或者世界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把握世界的知识的时候 我并不是认识那个世界 现成本身就有的东西 甚至他认为 可能根本就没有 当然他肯定不会认为 这个世界是虚无 完全都是人头脑中想出来的 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他无非就是认识 我怎么去解释世界 我怎么去认识世界的本质 也就是说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说 假如你说黑板 我怎么才是把握了黑板的本质 就是我怎么说 才算是我认识了这个黑板呢 按照牙手的说 就是我认识了黑板的这种性质 但是迪盖尔他不怎么认识 是吧 那么他认为实际上 他说我 当然最后我可以通过黑板去验证 但是他可以说 人可以有一套 那种公理系统 这种公理系统是数学的也好 或者是逻辑的也好 等等一些 那么这套公理系统 实际上不是从自然界来的 是人的慢的 所创造的 是建构起来的 是吧 所以正因为这样 那么迪盖尔和亚里手则 应该说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在这里就涉及到数学的问题 是吧 对于树的问题 当然我可能 对于树的问题实际上 古和金也有很大区别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呢 比如像他讲 蒂盖尔的时候 他认为蒂盖尔是新布拉特主义的一个在近代的一个发展 比如像有的人甚至认为蒂盖尔和奥古斯丁是一样的 甚至还不如奥古斯丁深刻 但是实际上应该说差别很大 为什么在古代的那个对于树本身 就理解而言 有很大的区别 就具体区别 请大家可以看一个 有一个叫克莱因写的那个数学的 数学的 数学的起源 我忘了这个 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 我现在只能跟大家 很简单的说 就是说 古人 在考虑数的问题的时候 和考虑事物的性质一样 他认为这个数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比如像柏拉图 他认为有数 因为在古人他主要是靠数数 那么数数靠什么 他不能离开具体的事物 所以说柏拉图那里 讲数数的时候 他认为有数的数 然后有数学的数 数学的数 然后还有一个可感物的数 一共有三个数 比方你数这个数是六个 六个数 那首先 六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就是可感物的东西 然后这个可感物东西 当然也有数的 纯粹的单元 单位 那么这个数的单元 它的依据在哪呢 实际上在这个凤这儿 形象术或者是叫做像术 你都可以 是吧 也就是它根据是在这儿 而且这个 它之所以你能数出六这个东西 它的根据在哪儿 在这个凤这儿 是吧 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凤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已经存在那儿了 已经在那儿了 但是到了这个底盖尔这儿 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这里呢 一个最重要的变化 我给大家可以念一下 念一段它是这样 它说呀 就是到底盖尔 它对于 就是它反映数学方法的 普遍性 并不着重于 同一类的数数活动 因为在数数的过程当中 比如像我要数数的话 同时要照顾到 同一类型 比方我有几个桌子 对吧 当然甚至说 你要桌子椅子放在一起 那我有几个家具 你总得有个什么类 但是他说 到了近代 已经就不这么去考虑问题了 在这里呢 也不看重数的本体论地位 应该刚才所说的 那个巴拉图的 他认为数是有本体论地位的 他说近代数学家 在理解数学对象的时候 主要在于考量对象 如何通过普遍的方法 而成为可理解的 这个方法的核心 是符号化 即代数 符号并非替代 确定的对象 亦非说明 确定对象 而是表达不定的量 界定他们以后 获得确定性的条件 所以说 他说 从迪盖尔开始 那么古人的基础 本体论科学 为一种符号学 所取代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 通过这个数啊 通过数学 通过数学的这个秩序 当然这不完全是数学 通过这个 这个秩序 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建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并不是现成就已经存在在那里 而说什么呢 而说他在 人们在这个看待世界这个方法当中 在秩序 这个方法 在这个秩序当中 它隐含着世界的面貌 隐含世界的面貌 也就是说 所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 一个古和经济区别 就是在古代 如果用来表输的话 就是S is P 留下 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性质 一个范畴 但是现在 就是用函数的方式来可以加以表输 变量我就可以加以表输 而且在这里 如果用变量价表示 就是说这个性质 它并不一定 这个东西 这个性质 它并不一定 它已然存在在那 但是我就知道 我可以通过功力性 得出它应该存在 可以解释这种性质 可以说它是应该存在的 所以正因为这样 所以说在这里 可以说 现在比如像物理学 当然大家有很多是学工科 学科学的 数学在你们科学当中 在物理学化学什么东西 作用应该很清楚 越来越重要 我可以念一段 爱因斯坦的一个画 爱因斯坦它有一个 因为我没有发言权 对吧 这个我根本就不是搞这个东西的 爱因斯坦它一个画呢 爱因斯坦它画 它说相对论 它讲相对论 它说相对论 是说明理论科学 其实在现在发展的 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 初始的假说变得越来越抽象 离经验越来越远 另一方面 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 既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说 或者公理出发 通过逻辑的演绎 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 同时 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 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 也就越来越长 越来越微妙 他说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 就不得不越来越听从 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 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 不能把它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 他说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 以归纳为主的方法 正在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 这个实际上恰恰是 迪盖尔他的实验 我们看到 他代表了 现代科学 他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对吧 那么现代科学 他的理论上 如果就形成上去而言 他的基本的结构 会发生什么变化 所以说 现在来讲 我们并不用 就现代人并不用 这个亚里书德的那种观点 去看待事物 去分析事物 比如像 他的形制说也好 或者什么 现在并不用这个方式 当然他提出问题 我们还在讨论 而迪盖尔所开创的这种方式 就是人类建构 世界的这个方式 恰恰在后来哲学家中 得到了反应 比如像康德 康德的比如像 他讲的 那个 时空的直观形式 对吧 和那个 十二范畴 他认为是普遍必然的 是人 认识事物的 那个本身具有的 那个人的认知的 那个结构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结构 我甚至可以说 他讲的就是秩序 就是讲的 第一个秩序 所以康德应该说是 迪盖尔建立这个近代的 这个体系的这个 建国之后啊 一个极大成者 不是说 康德 是迪盖尔建立体系后 一个 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最伟大的一个 一个 但是康德应该说是 把迪盖尔把这个 他们之前的一个 就是近代哲学 做了一个总结 是吧 他的基本架构 实际上可以在康德那里 可以得到反应 是吧 当然在这里 并不是没有问题啊 并不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确实遇到了 一些问题 比如像 他遇到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 人的那个思的秩序 人的看待世界的 那个秩序 因为他讲这个秩序 实际上是体现在 方法当中啊 所以说 为什么方法这么重要 为什么迪盖尔他老强调 自己的那个方法 刚才开始 给提供确定性的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本身 我采取什么方法 世界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世界向我呈现的面貌 也是不一样的 是吧 大家可以想一想 当你有不同的科学方法的时候 不同的演绎体系的时候 你最后 当然也可能 你这个演绎体系 你得不到证明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实际上 你所面对的世界 实际上 你的解释 是会发生很大变化 对吧 所以就在这里 它不仅仅是工具 这方法不是工具 也是构建世界 也是世界 所以说 那个 这个 有一位哲学家 这个在谈论比特尔的时候 甚至说 说 什么是存在 现在 存在就变成了 我根据 这个一般规则 来进行建构 的东西 这个就是存在 当然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过分 但是至少 可以说 鼻印东西是什么 什么是鼻印的东西 鼻印东西和人的建构 是无法分离的 假如你把这个鼻印看作 因为我们在讨论 鼻印的时候 它讨论并不是一个 很具体的 比方 这个杯子 当然 亚里收德 他在这里 要强调这个杯子 对吧 但同时他要强调这个杯子 它有本质 而这个本质又不是 这个杯子的本质 它又是 但是它同时又是本质 所以这个道理 不要 说 举个例子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本质是什么 苏格拉底的本质是人 对吧 人是有理形中 所以说你说苏格拉底 是有理形中 但是在这里说 那么苏格拉底和波拉松 有没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对吧 有区别呢 你说苏格拉底本质 和波拉松本质 对吧 它的区别在哪呢 对吧 它的区别就靠什么 对吧 你说 当然按照 这个亚厨的说 靠偶 靠 靠偶性 对吧 比方 它长得白 它长得黑 对吧 它的鼻子大 它的鼻子小 对吧 但是这个并不说明 别了 因为除了这个之外 波拉松和苏格拉底 还有其他方面 对吧 它并不是 所以说有人 所以在这里面 亚厨的会碰到很多问题 对吧 同样 敌戈尔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吧 敌戈尔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吧 比如像 我们 认识事物的一个秩序 你何以成为这个秩序是客观呢 对吧 你何以认为这个秩序就是能够使这个 就能够反映世界的鼻印呢 因为当我们谈鼻印的时候 它讲的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何以 就是成为 它就是 它就是实在呢 通过你的方法 它成为实在 对吧 当然 康德认为 康德呢 把它作为人的这个认知结构 本身的一个先天条件 对吧 敌戈尔当然 那时候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对吧 但是康德当然也有问题 对吧 他也会遇到他的问题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给大家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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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大家讲这些 实际上是想说明什么 说明 古代到今代 到今天 这个世界 人们所掩容的世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哲学的结构 哲学架构 也是完全新的 这个实际上 我们现在所讲的西方文明 就是现代人的西方文明 包括现在的 比如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来的 他讲的那个价值 叫核心价值啊 什么这些主流价值 就是美国的 他们的主流价值 对吧 所有那些 应该是 近代之后的产物 而近代之前 他不是这样 他根本不一样 比喻像 人生是平等的 这美国 奥巴马在那个 他的演讲 就把它看作是 美国的那个梦的一个 一个最根本的 所追求的一个 最根本的东西 对吧 那么 人生是平等的 在古代没有 在基督教里 有那么点意思 为什么 人在上帝面前 都是罪人 这个当然 应该说 西方文明 近代文明 是所以能够提出 比方 人生是平等的 应该说 在某人眼 他确实受到 基督教的影响 这个在 大家如果做 思想史的话 你可以去从中 去发 去发别 但是应该说 就古代而言 他的整个的 理论体系 没有为人人平等 人生平等 提供任何依据 你在这里面 你在他们的架构里 提出不出来 比如像 亚里士多德 所说的那个 刚才那个 那个架构 是等级的架构 柏拉图的那个 像的架构 凤 它也是有等级的架构 最高是至善 亚里士多德最高 是不动的推动者 等等一些 那么很容易 最后和上帝 连在一起 对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吧 但是到了近代 近代为什么会有了一个 古和金的一个区别呢 按照布鲁鲁伯格 他曾经有一个 他在讲现代性的 这个合法性的时候 曾经说 为什么人们有现代 就进到现代 他说因为啊 有神学的那种 绝对性所造成的 就是说 神大写的逼应 和小写的这个东西 完全分离 之间有混沟 那么小写的鼻影 我和上帝之间 我怎么去 去认识上帝 我和上帝什么关系 对吧 那么 如果是完全一样的话 或者是我能认识上帝的话 上帝就渺小了 所以说 在这里啊 他越来越把这个鼻影 给绝对化 越来越拉大 人越来越 离上帝越来越远 为了强调这个 他的伟大 为了使人类很渺 就很渺小 结果造成了 人甚至 我信仰上帝 都觉得有困难 没有理由啊 对吧 所以就在这里 在这个情况下 他说信仰立即 就出现了这种 神学绝对论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 到了近代之后 那么 人家说 把上帝给去掉 对吧 上帝衰落 那么现在是 人们讨论 就是近代 为什么又是 又是说 人们讨论的问题 就是当没有上帝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实在的 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正义的 什么东西是道德的 因为以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人在探 在探讨鼻影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鼻影问题 承担一个很大的重要 就是它是真的一个最后的依据 讨论真理啊 然后明天才讲这个问题 讨论真理的一个 一个一个最后的依据 对吧 也就是它的实在性 对吧 但是在这里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假如这个鼻影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它的真善美 当然美 可能是 先不客观了 真善 那么它的基础在哪呢 以往人说 决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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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决定这个道德的 实际上都归为了神 归为了那个大邪的 那个鼻影 但是现在在哪呢 我假如没有了 所以说近代 他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神 没有一个最大写的鼻影的时候 没有那个 那个 那个最后的 那个形式上的 那个 那个就依据的时候 那么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人为什么要讲正义 我们讲的真理 它的依据在什么地方 对吧 那么 包括自然科学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啊 迪盖尔实际上 它是现代的 应该说 它确实是近代 或者现代 哲学之父 就是说 它奠定 它造了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 实际上使人们能够 使科学能够得以成立 所以现在科 就现在科学 现在就不光自然科学 反正社会科学 似乎也在往这个 用数学东西来加以处理 往这个方面来发展 对吧 好像你越性质 那个好像越五花八门 等等一些 那个好像越有问题 对吧 所以说 应该说 在这里确实 应该说 有很大的变化 对吧 这个在这里啊 给大家再念一个世界 最后我做一个 做一个 念一个 就世界上发生变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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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 有 有多么大 这实际上是一个 讲这个物理学的 先生上学基础 一个作者 叫伯特 他的一个说法 他说 他讲 讲牛顿了 他没讲基盖 牛顿当然是 是一个 这个 在力学上 是吧 使世界发生变化了 他说 牛顿的权威 丝毫不差的成为一种 宇宙观的后顿 这种宇宙观认为 人是一个庞大的 数学体系的 不相干的 渺小 旁观者 像一个 关闭在暗示中的人那样 而这个体系的 符合机械原理的 有规则的运动 便构成了这个自然界 这是讲牛顿的 当然我觉得是 这个描述里面 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他把数学 看作是一个 外在的东西 这个未必 对吧 他说 但丁与米尔顿的 赋予光辉的 浪漫主义的 情绪的宇宙 在人类想象力 翱翔于时空之上时 对人类的想象力 不曾有任何限制 现在却一扫而通了 空间与几何学领域 变成一个东西了 时间则与数的连续 变成一个东西了 从前人们认为 他们所居住的世界 是一个富有色 香 充满了喜乐 爱美 到处表现出 有目的的和谐 与创造性的 理想的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 却被逼到 生物大脑的 小小角落里去了 而真正重要的 外部世界 则是一个 冷硬 无色 无声的 沉死的世界 一个亮的世界 一个服从机械 规律性 可用数学计算的 运动的世界 具有人类 直接感知的 各种特性的世界 变成 仅仅是外部 那个无限的机器 所造成的奇特 而不重要的效果 在牛顿身上 解释的很含糊的 没有理由 再要求人们 从哲学上 给予严重考虑的 笛卡尔的形式上学 终于打倒了 亚历史多德主义 变成了 现代最主要的世界观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世界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吧 实际上 你如果用科学家的眼睛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可能 并不那么丰富多彩 并不那个五颜六色 可能比如像这个 这个黑白 它根本就不是绿的 可能是波长的 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桌子可能也没有颜色 对吧 或者是这个 它的形状什么之类的 都是数学符号 或者什么 对吧 等一些 那么这个 这个就变成了 但是实际上 刚 你想 现在人们怎么去 把握这个世界 怎么去通过把握这个世界 就认识这个世界 通过这个知识 去改造这个世界呢 恰恰是牛顿所说的 这个情况 对吧 所以说 你说人能改造世界 如果假如按照 亚里士兽德那个观点 我想恐怕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 那么人和 人是属于自然的 一个部分 它只是归属于自然 只是人自然的 某一个属 某一类 在这个其中 人并不是站在 自然的对立面 来看待这个问题 但是 亚 但是 迪戈 不是 在迪戈 这里 确实 人和自然 人和客体的东西 它形成了一个对峙 自然在我面前 是一个被征服的对象 我可以认识它 也可以去 在认 就在认识它 实际上包含着 人的建构 我可以去改 去 去 去改造它 让它为人来服务 历史 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 确实证明了 现在 西方 科学之所以 能够有这么大威力 我以为 都是和迪戈尔的这种 就是它的那个 形式上学架构 是直接相关联的 和近代科学的发展 是直接 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就建立在 这个基础之上 建立它的 二元论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它的 这种 这个 普遍数学的建构 这个基础之上 所以说 当然 现在有很多西方的文 西方学者 在反思西方文明 认为这个东西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 是吧 但是 它确实也使 西方世界 在发达 是吧 在 走着很强盛的 这个道路 很富裕 而且它的理念 刚才我讲的 它的理念 包括对于社会 对于人性的 这种看法 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的世界观 它的价值取向 都是建立在这个几次上 是吧 那么 我们中国哲学当中 有多少资源 能够和这个东西 相抗衡 对吧 我不知道 当然大家是学西方哲学 大家是学西方科学的 在严格里学科学的 你学现代科学就是西方科学 所以说你们的思想 怎么容你来说 是现代人 你们不是古人 尽管你们学国学 你们被孔子 你们的世界和孔子的世界 眼中世界 其实是两个世界 应该说 即便你们被 我想你不可能去体会 孔子那个世界 你不可能体会 像悠然见男生的那个境界 尽管有时候你觉得是那个世界 我想但是差得很远 OK 这个 我 如果我说就讲 就讲这点 因为这个 我想倾听大家 因为我这个是 在这个西方 这个 治西方哲学当中 这个近代的 现在搞近代的人 越来越多 但是原来是非常少的 对吧 所以说我这个是 很少的 就是 很少得到人同意 对吧 而且可能人们对这个问题 也不太关心 对吧 所以说我这个就是完全是自说自话 是吧 所以很希望听到大家 对这个问题的批评 和问题 是吧 请要提问这个同意 请多多多 请多多多 谢谢 请多多多 谢谢 请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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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那种识学 主体和客体分离 主客分离的话 在当代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就你的问题是 西方哲学是主客分离 在当代会造成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 主客分离当然会带来 就一系列的问题 应该说任何哲学 实际上并不是宣誓 它掌握了什么真理 应该说绝对真理没有 但是你必须追求这个真理 在迪戈尔 迪戈尔确实到了迪戈尔那里 才有了曼和巴基的分离 在此之前 尽管有人把希腊的 那个《怒死》翻译成漫版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或者说就不太合理 就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 怒就尽管是理性 但是呢 它是依附于 和灵魂的东西 是相关联的 灵魂的东西相关联的 它本身灵魂 亚特尔在讲灵魂的时候 讲到植物灵魂 动物灵魂 其中讲到毒魂 动物的时候 都离不开 像营养的 和感觉这种东西 所以说它那个东西 并不是像迪戈尔 那么纯粹的漫版 并不是完全分离 这个可以看罗迪的 哲学与自然之境 当然罗迪认为 这个漫的是迪戈尔的 一个语言游戏 一个造的 它其实没有这个东西 不管 那么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把漫的和八底分离 迪戈尔才找到了 统一科学的一个途径 因为刚才他讲了 是吧 我比一下 我怎么使这个 我掌握真的东西 我到哪去寻求 到哪去寻求 使科学能够得到统一的东西 他说只能到漫的当中去寻求 是吧 所以应该说 现代科学 假如我以为 没有二元贵利 就没有现代科学 你要天人合一 就不会有西方的科学 其实应该说 在亚里士多德那 天人 当然和中国的天人合一 还有一定区别 但是我以为很接近 天人其实也是合一的 人是属于自然界的一个部品 而且在中世纪的时候 甚至有大宇宙 小宇宙 那个人就是小宇宙 那个完全是相和谐的 就类似于动画片那种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天人是合一的 那么人与 就是主客体的分离 实际上在这里确实 可以导致 比如像人对于客体的那种 关系是一种很外在的关系 可以比如像我利用它 我剥夺它 我践踏它 比方导致生态分离 对吧 另外还一个问题就是 导致比如像 如何去寻求这个真理 也是一个问题 人都不是上帝 有了上帝才能保证 迪格尔他靠上帝 才能保证了 这个八抵和慢点 但是假如没有上帝的话 怎么办 对吧 那么在这里就遇到 还要不要真理 它有没有真 但实际上我们讲 自然科学 它难道它不谈真吗 它恰恰要追求那个很严格的 它比人们学科生 更追求那种很严格的 那种很客观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 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是客观性 什么是客观性 对吧 什么是客观性 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客观性 大家可以讨论 我不知道回答你个问题 不要呢 真的吗 上校上师好 您刚刚提到了 迪卡尔的普遍数学 已发了维系系考 在国内我注意到 就是当年提到哲学的时候 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维系和维谷 可是回顾历史的时候 在思求记录上向高空 它很宏伟 很宏伟 我想问的是 在那种字的宏伟伟大的 文化背后 是它的指导思想 是维物占得多 还是维心占得多 那么对于现在 提升数据的软件 意义上来说 咱们在维武和维心的学习上 应该偏重于哪一方面 首先要说一点 对于莫高空 那个伟大的 究竟是唯物唯心 我也不知道 是唯物是唯心 我确实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唯物和唯心 唯物唯心应该说 它只是哲学当中的 一种不同主张而已 没有像列宁同志所说的 那么具有党性原则 这个上升到这个高度 对吧 而且维心主义有什么不好 假如它能解决问题 对吧 我们为什么非要死兵的 那个唯物主义呢 当然 即便是巴克莱 他也不会说 我是吃观念 喝观念 对吧 所以说 在这里应该说 西方 西方哲学史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 有唯物和唯心之争 但是它不是理解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的一个主要线索 谁要沿着这个线索去走的话 实际上就是 我以为是必然会走歪路 以前我们是按照这个路子去走的 对吧 实际上它无法去把握这个西方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当然唯物和唯心这个词当然翻译的也不是很好 对吧 比如像idealism 在某种意义上 你说是唯心 在很大程度上它讲观念 观念 对吧 比如像它也不一定是 另外 我请大家注意 在1957年的时候 在北大的有一次中国哲学的讨论会上 洪谦先生 郑鑫先生 等等一些旧老先生 发表了一些文章 谈了一些话 讲说要开放唯心主义 或者说 讲唯心主义 就唯心主义 他说 唯心主义 并没有那么可怕 它只是一个理论的观点 对吧 我讲唯心主义 是不是一定就反对共产党呢 其实也不一定 对不对 也不一定 他讲 关键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 笛格尔当然 我们以前把它看作是唯心主义 那么布拉图你说是唯心主义 还是唯物主义 对吧 比方他讲那个佛姆 那个佛姆当然它不是观念 但是它也不是物质 对吧 对吧 所以在这个 我以为这个并不是主要的线索 我不知道回答 师傅回答的问题 老师我今天来听你的讲究 就是想象一个我也是看书书最想的问题 就是我也是看三首书嘛 二首书其实 其实我远些看不懂 就是商务一出馆八五年那套书书 有些书我看着很迷惑 然后我看着 比如说周国平平那些 那些人写了三首书 我还觉得蛮有味道 就是 就是我经常看斯宾诺沙的研究 我想我只想一个比较不在乘的问题 就是说斯宾诺沙那种自然既实体 既成的那种一元实体 和笛卡尔的这种二元实体 就是说它承认金实实体和物质实体 有什么内在的亲缘关系 或者就是说一脉相声这种逻辑关系 请你给我简单讲一下 你讲的斯宾诺沙这个一元 这个实际上可以回答刚才那位同学 所提出的主客观对立的问题 因为笛卡尔他谈到了身心二元之后 他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应该说 我们对于以前理解笛卡尔 不一简单 认为他的问题很大 其实笛卡尔比像他的 陈思级的第六陈思 在后来的那个 比如像那个心音的激情 等等一些 在那些书里头都谈到了 人谈到了那个 人作为一个统一体经验的人的那种 慢的和八底之间的 如何结合的一个过程 但是确实他遇到这个问题就是 心和八底 他们如何能够协调一致 我想把胳膊举起来 就举起来了 里面既有慢的的指挥作用 同时好像也有肉体的作用 对吧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 他那么相一致 对吧 所以后来有很多哲学家 在他之后有很多家在解释这个问题 像偶因论者 就是一种解释 那么斯比诺沙 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在这个迪戈尔 这个研究迪戈尔 技术上 他提出了 这个他的学说 对吧 他讲的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 他讲他把这个上帝 他把这个神 就看作一个尸体 对吧 一个尸体 然后剩下的都是属性 他批评迪戈尔 认为迪戈尔 他把这个属性的东西 实际上 看作两个尸体了 在这里他要 斯比诺沙 解决最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在这里 他实际上是讲 整个世界 他是如何去运作的 在蒙尔面上 也是解决了 迪戈尔的那种 是他试图解决迪戈尔的那种 心无二言论的一个 一个尝试 一个努力 当然应该说 他这里面也有问题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 尽管是两个东西吧 不是一个尸体 但是两个属性 两个属性呢 像平行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平行论 当然像赫林先生 把它叫做 一体两面论 是一个东西两面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 你可以再去看看 对吧 这个 我以为他是从迪戈尔 他是为了克服迪戈尔的观点 来提出他的属作 来提出他的属作 先上下说的 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 我看到那个 我看的那个 我看的那个 我看的那种 我看的那种 就是他和 很好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实际上要讲的 没有讲的那个 实际上和这个有关 对吧 有一点关系 这个 确实 在这个 迪戈尔 包括迪戈尔之前 对吧 比如像 库萨尼古拉 对吧 等等一些 他们在讨论世界和宇宙的时候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都继承了 或者都吸收了 辛巴拉图主义学者 和 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 都受到这个影响 包括 因为他讲数学 通过数学的方式来计算天体 都受到这个影响 但是应该强调一点的是 刚才我想强调一点是 毕达哥拉斯 包括后来 巴拉图就我刚才已经讲了 毕达哥拉斯 他讲的是数学 数本源说 对吧 他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 就本源而言 看作是一个 是一个数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当然 就在意义上 他仍然是把数看作像 类似于 本体的实体的那样的东西 实在性的那样的东西 而这个恰恰是和 迪盖尔是相冲突的 迪盖尔他并不这么认为 他并不认为 这个世界本身呢 他这个数就现成的就在那 对吧 他好像就是一个实在的一个数 不然 而且应该再 还有一点可以有区别的 就是说 毕达哥拉斯 他这个数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是宗教色彩 带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 他讲宇宙和谐 比方他发展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那个也是在宗教上 他为什么要宰牛什么庆祝 在宗教上才有意义 不是因为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 对吧 那么当然我想 新柏拉特主义和毕达哥拉斯 对于迪盖尔以及后来人的影响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用数学的东西去思考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这一点我想对于迪盖尔 包括对于哥白尼都有很大影响 但是如何去处理这个数 如何去理解数学的性质 在这个问题上 迪盖尔和古人有很大区别 有质的区别 我想问一个迪盖尔的哲学术语的问题 迪盖尔在第一哲学陈思集和哲学原理中 他提到过几个概念 比如说自然之光 natural light 心灵之光 the soul 和理智之光 the soul of humanity 这三指的含义和区别 我一直没有分清楚 因为迪盖尔有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的背景 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了 上帝是真光 之类的话 他和圣经有没有一定的联系 谢谢 应该说他肯定是有联系 对吧 比如说光的词 西方人非常爱讲光 光明 光 后来在中世纪 在宗教当中 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过程 而迪盖尔他是一个 耶稣会士的学校出来的 对吧 他也确实有这个 当然你讲里面的什么自然之光 心灵之光 什么的 他是有区别的 对吧 而且一个很大的区别 应该说 有两 有两类 他在讲光的时候 有两类 一种呢 他讲的是 心灵 别人他讲的 这个自然之光 他讲的就是理性了 他刚一开始讲的 人自然之光分配给人的 每个人的都是均匀的 就是 意思就是人人都有理性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他后面讲那个 心灵之光的时候 这么一些 他讲的恰恰 他确实 人却并不是理性了 他不是纯理性的东西 大概是在第三陈思 对吧 第四陈思讲的 他讲的恰恰是一种 后天的一个东西 是那种 和形体有关的 而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 当然必须拿本本来 咱们看看究竟是哪一段 所以现在我无法对你做出解释 所以现在我无法对你做出解释 像中国传统的哲学 中国古代的那种哲学 从某种的地方 他大多说 大多是心性的哲学 刚刚请问一下 这种心性的哲学 跟这种女性的那种 不同的数学 对人的 就是对人 首先声明一点 对于中国哲学 我是外行 我只能 所谓外行 就是说 我不敢有更多的发言 我没有发言权 这个 当然 对于心性 就是你所说的中国 心性性的哲学 和西方的人讲的这个 慢的比较像 我觉得是有 就是丰满又不像 就是很 有很大差别 讨论的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吧 讲心性的讲 它和道德什么东西相关的 而迪格尔在这里讲的慢的 它和道德在谋理上 在这里没有关系 它讨论实际上是 事物 就是说 我如何看待知识 事物它是什么东西 对吧 它和人的心灵 是一个什么关系 那么心灵在这个当中 起了什么作用 它讲的完全是一个 纯理性的东西 它讲的不是道德 我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价值取向和讨论问题 完全不同 而中国人恰恰对于知的问题 讨论的很少 这个张大言先生他讲 知识论在中国这个哲学当中 并不发达 真正发达的是 比如像这个 对于你说的心性说道德 安身立命之本 他讲的是这个 应该说 古希腊 在很大程度上 包含了这个部分 但是有一点不同 他对于理的东西 比中国要多得多 这也是西方人产生 科学思维的一个 根源所在 商老师你好 那个 我想先问一个作为你们的问题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您对于迪卡尔的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 你有多大程度上的认同 因为迪卡尔的整个作为一个理性演绎的哲学思想 特别是我有点感受很深 就是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那个曾经是发挥过巨大威力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知道很多人都对他产生了一些质疑 然后我不知道您对就是他的这种思想有多大程度上的认同 您是就是比较赞同的 还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质疑和认为他有一定的问题 不是他肯定会有问题的 但是我认我以为这样 我以为就是说假如我们现代的科学没有根本变化的话 仍然按照现在这个思路在发展的话 他的基本架构还是迪卡尔的 当然迪卡尔的是不完全的 对吧 他并不完备 后来的人实际上有很多 其实后来的那思想家很多是在修正在弥补迪卡尔的这个学说 对吧 这个但是应该说他的基本架构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你要承认现代的自然科学 那么邵老师 哲学上的事情其实我也是不是 就像你说的不能算有发言权了 但是我想从科学史的角度讲一下关于迪卡尔的想法 因为相对来科学史的书我还读了一些 然后据我所知科学到今天的发展 科学自身也在反思对于迪卡尔这种哲学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像比如说以前我们知道数学和物理学 我认为是曾经的经典的数学和物理学 可能有点言过 其实但是意思我觉得大概就是可以说是那个迪卡尔的那个理性演义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 但是甚至有人说过说这个像数学物理学 特别是数学 我们不需要从这个现实生活中从经验上面去获得什么东西 我们只需要从理性出发做出一些基本的公设 然后通过纯理性演义就可以得出一整套的体系 一整套的这个完备的体系 但是随着那个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自从那个海森堡的那个不确定性原理 这是物理学上的 还有那个科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 这数学上的都已经证实了 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依据的纯理性的逻辑演义 是不可以得出一个内部相容而又封闭的体系的 就是说它不可以 它不可以 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条命题 就是说必定存在 不管是数学还是物理 这种我们平衡 这种通常所认为的这种 是理性演义战统治地位的这种学科体系 它必然都存在 命题是不可以由这个体系内部的 这个公理或者定理 就是说体系内部的判断 必须来做出判断的 就一定存在 一定存在 可能我的表述可能有些累 就是说不管是物理学还是数学 其实我们都需要 都需要从现实的世界 现实的生活 从经验的经验上 就能获得一些依据的 而且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但这两点肯定是有一致的 就是第二点就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科学 可以认为只发生了一次科学革命 就是您介绍这个 自从迪卡尔的逻辑演绎的哲学思想出来以后 他对科学题的指导动力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来 说明第二次科学革命 它是一种综合性的 一种整体性 而不是迪卡尔的那种分析性质的 它甚至不可以通过逻辑演绎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 那种混沌 我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有星三论吧 就是 七种论 不是很记得 就是星三论 反正就是说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 这种科学史上的 这种所谓科学学的一种思想 我不知道您对于 就是所有的这些现象 有一个评价或者是您的评价 我知道这个中间谈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关于经验在这个里面的作用问题 对吧 是这样 按照这个迪卡尔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 按照迪卡尔这个范形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是说 就演艺系统而言 他的那个要素 或者说他不是从经验来的 但是迪卡尔他并不反对 要经验去验证 或登陆一些 他对于经验 他也很重视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但是关键是我这个系统 我这个比较演艺系统 我之所以能够设计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系统 他和经验 就是他是不是从经验获得自由 他是不是来源于经验 他认为没有这条道路 对吧 他认为这个本身是人的一种设计 是人的建构 但是他说一定 虽然有了演艺系统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必然还要回到经验当中去 对吧 你还要在自然当中 你还要产生效应 对吧 这个他并不反对 爱因斯坦他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认为 纯数学的东西 纯的 他经验 就我们在设立理论模型的时候 和经验没关 对吧 当然和以往的 当然经验给你造成的理 就理论当然是有关 对吧 但是和经验 他本身和经验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最后 你必须还要回到经验 这个 这一点他是承认的 对吧 这一点是承认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就是一般科学的那种发展的 或者科学发现的那个一个模式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的是对于那个什么新三论 控制论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反正这个 那个当然 因为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看到这三个论导致了新的科学革命观点 所以说在这个人的这个整个的世界 对于世界的看法 对于科学的结构 对于哲学的这个架构而言 好像没有发生 没有根本的变化 对吧 他没有导致对于 这个整个体系的 或者结构的垮台 你现在还是主客 尽管自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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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底盖之后啊 很多人都要消解 主客体之间的那种对立 要主客要和和和和为一体 但是他用的语言 都是主客分离里面 他不可能 对吧 你自然科学 你你你你你永远这样 对吧 永远是主客 建在主主观和客观最健 那么新的那个三论 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这个局面 对吧 这个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那个人家 那是 非常感谢听到你的讲究 现在我们先去问两个小问题 就是 新闻前手识 就是说 吉克尔的思想不能动 他的那个思想方法 是来放在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 还有主客的那个 那个剧作来 他早期的是 可以说是 早期是那个 可以说是 这种数据的方法 包括这个直观和意义 但是他后来 让我一个那种 直观的方法 怎么看待这个 这个观念 第二个就是说 我想我想让那个 孙儿章解答一下 就是说 吉克尔的 他的那个思想员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任何福福的观念 是任何一个人的 学家的思想 都有一个产生 一个一个 就是说 一个例子 比如说 柏拉图 建成的苏格拉底 或者以前的那个 阿尔夫斯教的思想 亚克斯都会建成 柏拉图的一些思想 等等 那么我看 吉克尔的思想 是能抱起来的 好 那两个问题 一个关于你说的 吉克尔思想 发展的问题 但实际上 应该说呀 你说他后来 才这个 很重视 直观的方法 而且在开始 重视数据吗 我觉得这个 好像和事实 并不完全相互 我不知道 从哪可以 得出这个结果 为什么 因为在 他的指导心 规则 这个里面 他强调 恰恰是直观 恰恰是直观 在这里 他讲的甚至 他说演绎 他不是有演绎吗 他说演绎的过程 实际上最后 你都可以归结为直观 对吧 都可以归结为直观 在这里 所以就在这里 这里面就是 吉克尔 他里面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 更深入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直观到的东西 我看到的这个东西 那么他何以 是真的 他的秩序是什么 对吧 他遇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这里 应该说 比如像他后来 比如像他的 陈思纪里 他讲的我思故 我在 很多学者解释 他也是一个直观 得来的一个结果 里面应该说 他是有秩序的 他不是没有 没有秩序 对吧 所以就在这里 应该说 他始终是我以为 至少在直观问题上 他是一致 因为在这里 他不可能认为 通过其他途径 感光或者什么 抽象途径 来获得 真理的知识 所以直观 是他的 这一条道路 第二个 你提的是一个继承 就是他的来 他的来问题 对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就是在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有一些学者 越来越多的考虑 他的一个 中世纪的背景 他确实在中世纪 有些背景 因为他在 这个 这个这个 耶稣会士的学校 来上 来上学 对吧 读 其中有经验这些的 比如像 苏阿雷子 等等一些 但是 你要 而且他也受到 波拉图的影响 对吧 新波拉图主义的影响 当然包括剑桥 波拉图 等等一些 当时的那些 那样 包括奥古斯丁 他都受到这个影响 但是我以为 一种继承关系 他并不一定是 一种承西的 或者是一种 道统的那种关系 就是 我是这一派的 他不 往往是 他有各种东西的混杂 越杂重越好 对吧 才有 这次我观点 杂重才有生命力 越纯重了 越 越有问题 都是说那个白痴 或者什么 弱 越纯重了 越有问题 所以说 越杂越好 对吧 所以我也 所以说我以为 迪格尔在这里 他确实 当然 我以为他受到很大影响 其中一个 不能忽略的就是 数学 他本来就是数学家 而且 他也受到 那个 当时的数学家的 要什么 毕 我忘了名字 他的影响 对吧 这个对于他 有很大影响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回答 由于谁能关系 今天讲座 就到这里 感谢上导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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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